京剧大师李宝春集结两岸大师 九月下旬要一连推出两档作品 知己和云罗山 其中知己由中国国家一级演员 钱振荣和李宝春同台演出 知己刻画清末三大文人之间的友情 京剧和昆曲融合非常有看透 知情迷茫 地庄那出何地一方 将武陵年代历史剧重新改编 这是京剧大师李宝春的新老戏云罗山 重编父亲就座谨慎异于言表 请问我家 仰字不禮啊 你怕要欲 麥子随心是仰对娘 你这样子推了娘的方 若有缘再爽娘 若不缘归会放 这当否是不伸张不伸张 他表现的贪官表现得非常深刻 但是他这个深刻当中又带了很多如期在里头 所以他并非是我为了逗笑而演的一个小花脸 这当然是李老师本身的能量 李鸿良饰演的蒙三靠出轨迹 派出刘晓逸窃取李宝春所示的白氏勇之子 你们 我 刘晓逸 1949年爱于政治因素无法传演 相隔一家子李宝春靠着剧本还有父亲曾给的蛛丝马迹 重新勾勒故事的轮廓 因为这个戏我只跟父亲聊天 听他怎么设计这个戏 怎么就是讲 但是我也没看过 所以这个戏可以讲我们是恢复了一个 重新包装了一个传统的老戏 同档上演的还有重新推出的李宝春巅峰之作 知己 邀请到中国国家一级演员钱振荣 和刚拿下传艺金曲奖最佳个人表演新秀奖的黄雨林 我一飘零酒 十年来圣恩 知己的故事深刻描写清末三大文人 纳兰信德 古真关 吴兆千之间的友谊 与云罗山同样以金昆并茂的长强呈现 这次的两出戏的风格 都是金与昆的一个结合的展现 知己甭说了 我跟古真关 吴兆千两个人 一个皮黄 一个昆曲 都运用非常恰当的 本身的一个特长 表现了这个人物性格 李宝春的新老戏和新编金句 让传统戏曲开始不一样